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法国的城堡 这个城堡叫做Shadow de Gastre 法国有很多城堡,里边够宽的 我记得是2018年新闻上说是200万欧卖的 以前是私人的,就是说现在是公家的 政府的,以前这些都是私人的 咱们现在看到的对面那围墙围在里边,老远那边围的都是私人的 这边是树林子,后来卖了 我以前来过,就是 对城堡没什么兴趣,对钱有兴趣 喜欢钱,不喜欢城堡 就大家出去来看一下,看看以前这有钱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够宽敞的,鱼啊,火 我不知道有多大面积,但是好大好大的一片 细下鞋带啊 好了,接着来 它有些城堡,是以前有钱人家 这历史我忘了查了,因为我不喜欢历史 我就喜欢钱,其他我都不喜欢 我喜欢钱,我也不喜欢喝酒 就喜欢钱和可乐 就是三叶草,有没有四个叶子 没有,就三个叶子 这么着吧 所以法国有很多城堡 但是为什么后面卖的呢 估计是是还是,开销太大了 城堡在那上面 我先看一下外景,一会就上去 哇,这松树,这松树是够大的 哇,这一棵松树是一点都不小啊 这是我的手,能看见吗 哇,老松树,不知道多年了 后来卖的,因为你在法国买房子了 你有地是要上税的 比如你住房子,以前是有个地皮税 后来还有个住宅税 去年说是住宅税取消了 具体也不是太清楚 他这种应该是以前的有钱人 他住在上面 在上面有小树林子 可能养点小动物啊,养点小鹿啊 什么的,我猜的 你们不要我说什么都行 我猜的,有时候我还瞎说的 骗骗人可以 但是我这水平骗人还达不到赚钱 那个水平,能骗人但是骗不到钱 所以还是老老说是给别人打工吧 看一下外面 能看见树,树的后边 能看到一点 好,这旁边有不同树 估计都是后来种的 没多少年都没多粗呢 上面有粗的不同树 上去看一下 走 好了,这就转过来 刚才从那边走过来 从那边找到这边了 好大啊 有钱人 有钱真好 后来卖了 卖一个政府 估计估计实在开销实在是太大 竟然这个鱼藏 好大一个池 不是,我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这和凡尔萨没得比 但是这也不小了 这好大一个鱼藏 我觉得以前要不然就是养点金铝 也放点荷花 好不然就是夏天在王公贵州 从上面下来洗澡了 在里边,这是以前的游泳池 你们信吗?我也不知道 逗牛儿呢,骗你们 我也不知道 游泳池 我要是有那么游泳池该多好 游泳池 多漂亮 房子在那下面 走上去看看 旁边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梧桐树 这些梧桐树有些年代 有些历史的应该 我是从侧门进来 正门应该是在那个位置 上去走一圈吧 这个现在免费开放 刚才进来说每天早上到晚上七点半 九点到七点半免费开放 以前是私人的,现在卖了 不要钱 免费的 白嫖 好吧,趴上去 这年纪到了,怎么 才走一会就喘 感受一下 这些有钱人就是这么走的 我也走一下这以前有钱人走的率 热死我了 把我拉链拉开 爬了,爬上去再拍 这超健康 好看 这下面就是那个城堡 古堡 应该没有吸血鬼 我也不怕吸血鬼 开玩笑 我才不怕吸血鬼 看 他这个以前是可能 这是以前城堡的后门 出城的楼梯它下来 然后里边就 约个女朋友啊 约什么就到那边小树梁里边去快活去了 我猜一下 发挥一下想象力 好,爬到那个露台上再看 哇,这些不同树够高的 好高啊 有些年代 这可能还有个甲山 有个甲山 折过来 这上面已经能感受到一点 不一样 上来这感受 稍微不一样一些 好 这现在看见城堡了 爬上去 里边可能在装修呢 上去年 上次去年来的时候 外面是开放的 里边还没开放 里边还在装修 里边还在装修 跑那个 舞台上去看 够安静的 因为地方大嘛 这些都是后来装的 这什么呢 这怎么个后门 这是古堡的厕所吗 我也不知道 我哪知道 没住过 它应该是个地下室 可能以前放酒的 我猜的 放酒的 所以说酒 我也不喝酒 下面有个大 大奔驰 大花园 这个小花园 还没弄好 这里有好多水 的生日 养的鱼 跑 这又来了 可以在这儿看一下 再看一下 还可以看一下那魚塘 这个有多大 刚才在下面不觉得 下面有两个人 看见吗 这就能看见了 狗气是雄伟的